我越需要立即交出我的容工證 然後他們是馬上帶我踏出國泰城 會是唯一一個 我不怕 因為我知道 會有很多同路人支持我 因為我們所表達所說的 不是我的訴求 而是全香港人的訴求 我想說 昨天我需要將我的所有國人物件 歸還回去國泰 而一般的程序 他們是需要我去國泰城的日制服務 去交還我所有的日制服、手袋、建議 我是得不到任何一張的員工機票 不要緊要 但是你們希望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原因 為何我會被解僱 還有他們是覺得很可惜 這件事我想說 我所有的能量和支持是來自你們的 我所做的我不是為了我自己的 我是為了大家 我是為了香港的未來 因為香港是需要我們一起去維護的 作為香港人 我們一起加油 每個星期都站出來上街 一次比一次 更加去堅定 站出來說給人聽 說給全世界聽 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我想說白色恐怖 我先如何伸手其害 由8月10號 中國民航局對國泰所發出的嚴重航空安全警示開始 我作為工會的領袖 公司立刻去跟我聯絡 然後請求我們 是請求 這次 公會很需要和公司站在同一個陣線 這件事是前所未見 國泰為什麼可以這麼低聲下氣去希望 我們的員工真的 麻煩你不要 攀岔答錯 給機會 給中國政府 再進一步壓迫 當初我們聽完 我們是心表堂情 我亦都很相信我們的員工 尤其是 作為香港航空公司的員工 我們一向都是很驕傲 就是 身為空服員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一點都不理地 所有的遊行集會 很多時候我們的空服員 都會立刻站出來 去告訴大家 我們是和香港人同路人 然後再隔多一個星期 我公司的manager再打給我 就說 這次Rebecca 我真的很希望你 立刻和我出一個聲明 去支持公司 這次我們一起攜手 度過這個難關 當時我們已經覺得 事態非常嚴重 直至我們的CEO和CCO Rupert和Paul 都需要辭職 這個辭職招式是由中央的電視台發表的 我們覺得這個白色恐怖事件 已經是原來蔓延到嚴重的地步 於是我們立刻出了一個聲明 我想說 一直以來 我們這麼支持公司 每一個員工 都是希望可以攜手 和公司度改的難關 但正如我所說 我們沒有放棄公司 但公司選擇 放棄了我 我不害怕 我說 我就像普通的乘客一樣 雖然 我是being shut out of the aircraft but I won't shut out 如果我 受到這麼不公平的對待 我都不站出來發聲的時候 我不可以相信 其他有多少人 現在還默默承受著打壓的時候 他們是會多麼惶恐 多麼無助 如果沒有一個人 肯站出來為他們發聲 這個打壓可以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們經常都問 今天他炒得第一個國泰機師 下一個其實巡視 輪到你和我 而很快 當然 21號那天 我就是立即被解僱 我想說 我自己處理過很多被解僱的個案 沒有一個個案是 因為公司是不需要跟隨公司的解僱程序 任何的行為那個procedure 為什麼你不給我一個機會給我解釋 你沒有給我一個機會見我寫解釋信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要打壓 我作為一個公會領袖 只要他把我劈走 請問還有誰敢出聲 我好心痛的是 我越需要立即交出我的員工證 然後他們是馬上帶我 踏出國泰城 我說我那一刻走了出去 我暴力回頭 他今天這樣對我 我知道我不會是唯一一個 我不怕 因為我知道 我會有很多同路人支持我 因為我們所表達所說的 不是我的訴求 這是全香港人的訴求 好 加油 我們會怕嗎 我們不會怕 如果怕的話 我們就不會那麼多人走出來 我想說 昨天 我需要把我的所有個人物件 歸還回去國泰 而一般的程序 他們是需要我去國泰城的制服務 去交還我的制服 手袋一件 很神奇的是 我竟然收到一個email 叫我 你只需要直接把你的物件 直接交到港龍大廈的 的business service center 就可以了 我當初以為 說公司這麼益我 就是這麼遷就我 可以不用回去國泰走兩轉 我想起 原來因為我們申請了 國泰城集會 他是怕我們 去圍城 我回到去 他看回我 離職的時候 就有沒有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 我做了17年 很可惜 我是強積金 我的長期服務金 是可以給我的強積金去對沖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多少 而我身為17年的員工 而我本來可以享有的 員工機票權利 就是因為我是被解僱 我是得不到任何一張的員工機票 不要緊 但是你希望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原因 為何我會被解僱 是否這樣就可以令到我不出聲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賣媒我自己的良知 我為了公義 我一定要站出來告訴大家 何謂白色恐怖 我只是在我自己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一個private的account post我自己 向飛機和同事 慶祝生日的一個post it 我在我自己的life story 去講我對主席辭職的失望 憤慨 為何這些說話 會成為我被解僱的理由呢 這些言論自由 不是我們香港人一直在享有的嗎 我不相信 在6月之前 香港人從來沒有試過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去發表自己的政治立場 去講你的意見 那為何當時 沒有員工是需要被解僱 現在陸陸續續有來 我們現在是有20個員工 被這樣的無理解僱 今天是我 下一個可能輪到你 或者你 如果我們還不出聲 要求國泰正視一個問題的時候 他是否想解僱我們所有國泰的員工 我想說 現在的員工 我的同事 每個人都傷心絕望到一個地步 他們close deactivate了所有的Facebook delete了所有的Whatsapp 連帶電話回大陸都不敢 連我跟他們的Whatsapp的對話 他們都要立刻delete 我都不想連累他們 但他們沒有割席 我收到的是幾百個 任何同事朋友 在Facebook Whatsapp Instagram都會發送給我 他們支持我 還有他們覺得很可惜 這件事我想說 我所有的能量和支持 是來自你們的 我所做的 我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是為了大家 我是為了香港的未來 香港是需要我們一起去維護的 作為香港人 我們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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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不是那個時候 就開始認識他 但我們真的認識了很多年 其次就是 我昨晚看了一個演出 在麥花神 其中一個表演單位 其實是一隊樂隊來的 他的主音就說 作為做創作的一員 搞創作藝民界的成員 他說 言論自由 是對做創作的人 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 藝民界的所有工作者 應該要站在捍衛言論自由的最前線 我絕對覺得是正確的 說回這件事 說回Rebecca 我當知道Rebecca 被公司解僱了之後 我第一件事就想 嗯 你都服務了公司很多年了 十幾年了 然後我很搜多地 上網搜尋一下 你是 senior person 究竟在機艙裡的職級 是怎樣分配的呢 原來 由入行的FA 如果我說錯的話 FA做起 然後慢慢升 升到Perser 然後是 senior person 然後是這樣的 原來是沒有 十年以上 或者十幾年的工作經驗 是升不到我的位置 我那個時候就想 會不會是Rebecca 工作能力有問題呢 那不是的 這麼多年又繼續在公司服務 又一直這樣升職的 應該都不是他的工作能力問題 我再想一下 會不會是他不夠專業呢 什麼為了專業呢 就是 麻煩可不可以給我一杯水 我就給了洗廁所的鹹水給你 又例如 我想 我很冷 我想問你拿一張氈 要不要像律師一樣 要幾十次都不給我 不給我一張氈 這些就叫做不專業了 也尊重自己的職業 可持 那我想一下 會不會是Rebecca 不夠專業呢 我就更加打消這個念頭 為什麼呢 如果她這麼不專業 如果她這麼不專業的話 不單止不能升 一早就因為這件事 之前被人解僱了 是吧 所以我也 挺肯定 這次是一個 絕對是一個無理的解僱 來的 不合理的無理解僱 那我想一下 會不會只是一件 一個商業機構 炒人的事件來的呢 其實不是 我想說 她 郭泰是在炒一個 敢於為同事 敢於為公司 也敢於為香港人發聲的 一個員工 原來 捍衛言論自由 那個戰場 那個戰線 不只是限於在藝民界 從事表演 創作工作的人身上 已經是去到 每一位 你 無論做一個民員 做一個 什麼職業都好 去到我 可能我做創作的 已經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來的 如果管理層 或者她的同事 不睹她 悔 她的管理層 尊重她的 個人言論自由 我只不過是在Facebook 講我自己的感受而已 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崗位 緊守著 良知 緊守著 公義 我相信 言論自由 這片空間 是可以繼續下去的 我們也都 必須要有 這個有言論自由的空間 所以 我在這裡希望各位 除了Rebecca之外 每一個 都 能夠為言論自由 捍衛言論自由 除了發聲之外 切身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做好自己的緩份 謝謝各位 今天 我們不僅有很多 香港的打工仔女在這裡 我們 也都有一些 國泰或者是 國泰港龍的前同事在這裡 他們 為了香港 為了公司 為了公司 服務多年 但是 大家現在都對 公司竟然呢 是向中共叩頭 向中共跪低 非常之失望 我們現在有請 過往十八年 在國泰服務的譚文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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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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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呢,我來到這裏呢,其實我都在想究竟會說些甚麼 又或者是我在想的場面會是怎樣 我怎麽這樣說呢,其實你必須要同意一點 可能在對比過往我們在愛堤堡廣場的集會 今天是明顯比過往少人 其實不難理解 因為今天我們是在說一間航空公司 也都是本來是想著在郭泰城那裏進行 當然政府基本上用不同的方法 令到不能夠可以在郭泰城那裏進行 但是更加的就是這一種的白色恐怖 蔓延到其實這一家公司的每一個角落 令到他們都未必夠膽今天來到出席今天的集會 那其實這個就可以解釋得到為甚麼 但是這件事是不是代表他們成功呢 我不相信 我覺得 越大的壓力 你只會得到越大的反彈 而這個反彈 是會在不同的層面 不同的時空來出現 不一定要舉起之旗 說是郭泰 不一定要舉起之旗 說這個是航空界 因為其實已經融入了每一位香港人 我們這麼久以來 在航空界裏面 有一件事為甚麼你會覺得 為甚麼好像他們特別願意出聲 為甚麼好像特別願意站出來 站得前 為甚麼好像經常都說 香港的工會 最大都是這些航空界的工會 或者最願意站得出 其實背後有一個原因 原因是很簡單的 其實航空公司就是想請這些人 為甚麼想請這些人 你試想像其實每一個人 客觀現實都可以做錯的 我可以做錯 我可以看漏東西 你都一樣 是沒有一個人是完美 沒有一個人是不會做錯事的 而怎樣確保一班航班的安全 其實就是有賴互相提出問題 互相夠膽指出對方做錯的事 或者是看漏了的事 這一個就是如何確保 一班航班的真正安全 而並非他的政見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航空界是更加聚集到 一班這樣想事的人 是我不怕你甚麼職位 我不怕我講出來會有甚麼效果 我都不怕我講出來的問題 你覺得很愚蠢 甚至乎我不會擔心講出來 其實會不會得罪我的上司 因為我是覺得不對 所以我要出聲 目的不是打擊這間航空公司 目的是想這間航空公司好 令我們的航班更加安全 這一個就是個原因 但很奇怪地 當我們一班的同事 是完全做到這件事 夠膽發表自己的意見 的時候 這個中國政府 就用這個方法 來摧毀一間航空公司 這個完全是向後退的一件事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這間航空公司的時候 那第二間航空公司呢 你今天 你竟然拿出一個藉口 說因為你有自己的意見 你夠膽指出社會的問題 然後你說 這樣是危害他的國家安全 危害他的空域的話 那第二天 你可不可以跟第二間航空公司這樣說 日本的航空公司呢 喂 喂 當年 南京大屠殺殺了這麼多中國人 你今天都沒有認錯 啊 你的機師 你的空中服務員 沒有承認這個錯誤 那就是你覺得 當日 在南京殺人是對的 那你這樣的政治判斷 是不是對我的國家 是有航空安全的隱憂啊 說得好 可不可以這樣說啊 是 好了 你再說少少了 喂 現在中美貿易戰 哇 擺到明呢 就是想搞我們的中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機師 你的空中服務員 是不是 都是跟特朗普想想一想 是吧 是吧 如果是的話 是不是又是對我國 一個的安全風險啊 那是不是又是你停你飛啊 是 這一種的伸延可以去到 不單止航空業的朋友 是可以每一行的 上個星期大家見到 四大會計師行 怎樣做啊 老闆就叫 那些department head 和他的會計師要吃飯 不吃這個飯的話 就要交名 其實目的呢 就不想他們參與 這個會計師的遊行 好了 香港這麼多國企 在香港上市 我們也需要這幫會計師 國企 裡面有很多 國家機密的嘛 是不是 那他們會不會說 你的會計師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反對送中條例的 那他們知道這麼多 我們國企的秘密 危害我們國家安全 所以你要解僱這幫會計師 是不是可以這樣啊 可以 再延伸下去的 你以為你做 我做酒樓的 我有空接待一下大陸團 他們可以說 你的廚師 煮東西給我們 國民吃飯的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 毒害他們啊 你這個是不是又是 另一種對我 國家安全的影響啊 所以這件事情 可以說到每一行 每一個人 都可以有關 是不是 那說回 我們航空業 這個問題 有人會提出 喂 其實可不可以 拿去國際層面 跟他說這樣壓抑 我們一班的空勤人員 進入他的空域範圍之內 不好意思 答案我認為是不行的 原因很簡單 我解釋給你們 知道為什麼 國際民航組織 它裏面有不同的成員國 任何的國際空域的糾紛 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之下 進行調解 或者是你告他啊 你告我啊 但是香港並非一個成員國 並非一個成員國 所以我們為什麼可以 在國際民航組織裏面 仍然是一個所謂的會員資格呢 其實這個是授權於中國政府 來給香港 作為管香港這部分的空域 的民航處 是坐進去 成為其中一個 叫做授權形式的會員 所以簡單來說呢 如果你跟他說 香港和大陸的空域 人家是不會跟你說的 因為 等於你自己 一國 這個就是一國了 你會不會說 喂 我在日本這個福岡 現在和東京 在吵空域的問題 你拿上去 國際民航組織 去調解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是很受制的 必須要同意大家 是覺得 是很無奈 很受制的 但是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喂 你今天可以這樣對國泰 他人 剛才所說的 日本的航空公司 美國的航空公司 歐美航空公司 他全部都是外國勢力介入的 現在 是不是 最大外國勢力的介入 可能你手機是Apple 做什麼外國勢力介入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將所有香港的人 現在做的事情 都是因為幕後黑手 外國勢力 那他今天可不可以說 因為你有這幫外國勢力 來支持這一場的 反送中 的運動 接著就說 喂 那你這間航空公司 都不應該被他飛進 這個大陸影空 做得到的 所以 我們更加要團結一致 都要給更加多 國際層面的人 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剛才講過了 不單止是這個 航空業 也是各行各業 甚至乎 現在做的事情 北京政府做的事情 是破壞著 破壞著 香港的未來 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你抬頭望眼 中環這麼多 仍然不同國家 一些跨國企業 仍然來到香港做生意 就是因為香港 是有我們一個 獨立的法治制度 我們有 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是確保 這些政府 這些政治 是不可以伸手 進去搞別人的公司 這些就是為什麼 那些人在香港做生意 就是因為有這些保障 但是如果現在可以 保障完全沒有了 如果你是想著來做生意的 反正如果我願意接受 我為錢的 我沒有問題 我接受的 那你直接回大陸做就行了 簡單來說 就是香港 希望有所說的保障 而在過往的兩個幾星期 是可以將一間公司 這一種的過往制度 過往的文化 既有的系統 在兩個星期之內 是完全摧毀 的時候 你是外資 你還夠不夠膽來香港 所以現在去做的事情 是在摧毀香港的未來 甚至乎在同一時間 扶植深圳 在香港當然也有其他的 中資航行公司 在這些面對我們 大環境 但是是不是代表國泰 就可以什麼都不做呢 就是因為大環境迫到 所以沒得好做 其實大家都明白 甚至乎我的辭職 我都是希望 讓人知道 不要再攻擊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是 沒有一個藉口被人攻擊 但是很可惜見到的 事與願違 我們見到有更加多 其他的同事 是受到無理的解僱 作為一個保障公司 就算是大環境迫使你 但是你的手法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呢 為什麼 一些服務了你這麼多年 十幾年的同事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負資產 掃出門外面的呢 為你服務了這麼久 怎麼都是有感情在 為什麼離開 其實大家明白的 大家明白你是受壓 這個沒有問題 明白的 但是為什麼 你就是要離開的人 是增添一份這樣 對你的仇恨呢 這個是你自己可以控制得到的 所以希望 這件事 或者是這些情況 是可以停止 也都很希望的 其他多的香港人 聽說過了 很多的舊同事 現在要說 舊同事 今天可能種種的原因 不能夠在這裡站出來 但是我很相信 他們是不會因為這樣 而停止參與這一場的運動 只不過是在其他的角色那裡 他們會更加出力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多謝大家 加油 列出因為基於航空安全的理由 是要求航空公司呢 是不能夠給一些支持 或者參與非法集會 以及呢 有暴力或過激行為的同事呢 是在中國空域裏面呢 是執勤 這個簡直呢 荒謬 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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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黑警安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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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我們知道 這個指引呢 雖然只是限制 空中服務員或者機師 在中國空域裏面執勤 但是 現在 這個政治打壓呢 並非只是針對空勤人員 有地勤的朋友呢 都已經被即時解僱 我們現在有請 香港航空的Ryan 是上台 他是被 香港航空呢 是即時解僱的 因為他Facebook上面的言論 我們有請 加油 加油 Hello 大家好 我叫Ryan 我是一個 前香港航空的職員 我是一個 在Office工作的一個員工 今天都很感謝大會的邀請 邀請了我上台做一些分享 為什麼我會願意出來 去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是因為我 呃 突然很想去捍衛我自己 一直 作為一個香港人 很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 所以我今天決定 走出來 上到這個台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心聲 或者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很簡單地我講解一下 我未解僱的經過先 那在8月13日的時候 曾經有人 是 跟我說過我Facebook上面的一些言論 被人審查過 那也是有當中 也有人是警告過我 要注意我Facebook上面的言論 那在當一刻 我收到這個資訊之後 我已經即時做了某些動作 在我Facebook上面做了某些動作 然後很不幸地 我在被通知被警告之後的一天 我也是即時被公司解僱 整個過程裏面 我只是被通知 我被公司即時解僱 麻煩你交證件 麻煩你出去收拾東西 正如Rebecca剛剛說 我在香港航空 我在甚至是 背後這個集團工作 有五六年的時間 斷斷續續 不是一起苛城 這樣 無論公司在這一期 近期裏面所遇到的風雨 我們相信在香港航空裏面的香港人 都跟公司風雨同路 正如Rebecca所說 我們沒有放棄過公司 但是公司放棄了我們 就是因為 我在Facebook的私人帳戶上面 所發表的言論 跟公司的立場不一 整個解僱的過程只需要五分鐘 但是我們員工付出給公司的呢 我們付出的努力 去了哪裏啊 價值去了哪裏啊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願意走進一間 中資的航空公司去工作 我相信有很多香港人都會發覺 第一點是 中國會將他們所認定的一些做事的方法 很鑑山地套到香港那裏 我們每一個在香港航空裏面所工作的同事 我們都一直在幫公司 找一個平衡的工作的環境 去令到公司的政策可以得以執行 但是反過來 公司對於我們香港人 對於我們香港的員工 它沒有提供一個平衡點給大家 而馬上就將你解僱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近期種種的無理解僱上面 基本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 已經越收越窄了 言論自由到底現在還包不包括 我們發表自己對香港 現時的現況的一些看法呢 還包不包括呢 我相信在世界上 任何一個角落 任何一個社會 都有支持政府 或者反對政府的人 那些人不支持政府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些溫和派的市民 在網上 一個私人的帳戶上面 去作出批評 是不是已經不可以了 作為我們一個香港的市民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去用選票 去選我們的政府 沒有辦法在一個公平的選舉制度裏面 挑選我們心儀的議員 進去我們的立法會 那是不是我們連最基本的一個人 的人權去監察政府 去監察我們的警隊的相關表現 這件事都已經沒有了呢 這個權利都沒有呢 至於說 航空界的白色恐怖 我自己的個案相比來說 在空中服務員或者機師的個案 相對來說比較渺小一點 他們受到的打壓呢 他們受到的打壓呢 是盡大的 其實呢 我想說呢 由這個白色恐怖呢 一開始去蔓延的時候呢 航空界 是由解僱第一個相關人士的時候的第一刻 他們已經不停地在打自己的臉了 為什麼呢 我們的空中服務員 我們的機師 他們的專業 一部分是靠我們 或者他們自己努力得回來的 一個專業的資格 另一方面是靠公司去endorse 我們這個專業的資格 以前經常說 對不起 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我們的言論 和我們的行為上面 在法律上 根本上沒有觸犯過任何事情 沒有任何定罪的時候 你不停地去解僱員工 首先第一件事 公司已經不肯定我們 一眾員工的努力 以前經常說的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現在 今時今日 還懂不懂用啊 這一句 是不是要改 員工再不是公司重要的資產 你不如找鬼做吧 第二件事 公司對於自己去endorse出來的一些 專業的資格 已經視為事如無物 我們機師 我們空中服務員 甚至我們的地勤 經常都說 安全永遠是首要 當我們的機師 當我們的空中服務員 每一天都在機器上 每一天都為我們廣大的乘客 去服務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這麼笨 用自己的命去教飛 去對著林鄭這個政府 我們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我們就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都走出來 為香港發聲 那些說我們危去 航空業的安全 那些簡直是廢話 他們這樣無理去解僱 是否認為我們這些捍衛 在捍衛言論自由 發表自己的政治意見的人 已經視作是一個恐怖的分子 哇 這個真是國家級的情報 麻煩你了 其餘那些721 元朗恐襲那些 沒有情報 沒有人 沒有警員 哇 航空界竟然有國家級情報 我覺得真的很可笑 正如剛才譚文浩議員所說 我們每一個在香港 航空界做事的人 全部都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我想大家想深一層的就是 在網上 自己私人Facebook帳戶上面 是我們擁有的一個最 我覺得是我們可以發揮到 最大輿論壓力的地方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 安全是首要的時候 難道我會走出去 前線那裏抗爭 安全啊 專業啊 我們是 我在這裏想大家反思一下 究竟如果我們在網上發出言論 作出批評 都不可以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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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到的 毒灰 白色恐怖的情況 越演越烈 整天那些人說要止暴制亂 好了我想問大家 如果現在今時今日 各行各業都有人 都有人 不停地被毒灰 被起底 是不是其中的一個亂啊 如果 要止暴制亂 是建制派 是那些所謂支持政府 支持警隊 的市民的一些心願的話 白色恐怖 政治打壓 是不是都要停啊 是不是 亂啊 周圍都亂 不要只是說我們這些走上街的 在網上做一些評論的人亂 全部都亂 林鄭最亂 沒錯 我同意 我也都想說 林鄭 所提出的那個 所謂的對話平台 先不要說她以往的政績 怎樣對話 先斬後袖 要跟她對話的全部拘捕 我不說 她現在 對那些所謂的有心人 作出的回應 我不說 至於民間 我們對於這個 對話平台 的意見 我也都不說 如果白色恐怖 政治打壓的情況 繼續下去的話 還有沒有人敢去這個 對話平台 還有沒有人敢去參與這個對話平台 還有沒有人敢去參與這個對話平台 好 她又拉了你 臭喉 算帳 是林鄭最厲害的 政治打壓 是林鄭最厲害的 現在我不走去評論究竟 那個陣型的對語錯 大家 現在不是顏色的問題 是良知的問題 說了很久的 這件事 但好像有些人 有某一個陣型 不是很清楚 有哪一個不想安居樂劫 有哪一個不想開開心心 賺完錢之後去旅行 我們每一天接觸很多旅行 柴柴娃娃 大家唯威唯一齊去旅行 有哪一個不想的 我想問大家要反思的一件事 我相信在座這麼多位都答得出 誰才是問題的根源 林鄭 林鄭是不是要負最大的責任 是 大家有一個很清晰的答案 在這裡作為一個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這麼多位 行使你們 基本法 賦予你們的權利 繼續為香港發聲 不要畏懼 走出來 為香港發聲 是我在這裡呼籲大家的 好嗎 答應我 好 我們勇敢走出來 代表一些 他們心裏面可能仍然有顧慮的人 我們不可以被滅聲 我們一定要走出來說 最後我想說的 引用那位 我未認識到這位機師 我也很想和他打聲招呼 我很感激他 引用那位國泰的機師 香港人加油 萬事小心 多謝 香港人加油 香港工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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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Ryan自己曾經說過 他說相比起其他航空業界的朋友 他覺得很渺小 但是我想跟Ryan說你一點都不渺小 Ryan和其他受政治打壓 但是仍然是肯站出來的朋友 的確是為香港附贈很多 我們要向他致敬Ryan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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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傳媒朋友 如果你們需要跟Ryan做訪問的 可以找我的同事 在右邊的同事 但是我也要跟這個政權說 跟所有這些無量的僱主 示意用政治理由打壓員工的僱主說 這個制度上的暴力 我們香港人是要你十倍奉還 我們香港人一定會跟他們齊上齊落 一個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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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邀請了一些朋友 上來台下發言 台下的朋友上台上發言 我們首先有請第一位 Beckey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Beckey關 中文名字是關少華 我今年63歲 為何公開我的年齡出來呢 因為我1975年加入國泰雲公司做空姐 18年後1993年加入工會 做工會的執委 接著我在2011年就退下 因為要退休了 那假如我今年年輕八年 我是會被Rebecca早被炒 因為我就是有一份火在裏面 有個Passion 還有深厚的勇字 那假如我50歲 年輕50歲的話呢 我應該就是最前面那個勇武派 可能現在已經拘捕了 不知道第幾次就有人拘捕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在1993年 1月13日那晚 我飛了出去大阪 半夜收到工會的電話來 說工會已經正式宣佈罷工 我們就要在海外支持工會 就是不要回香港 不要飛 不要去機場 不要上機 那我就在大航就集合 誰是工會會員舉手 跟我 不是會員那些呢 對不起啦 你們就要上機 就要飛回香港 剛剛好有兩班機 剛剛好一人一半 那我就帶著十四個空姐空少 就在海外逃亡 那一刻 給我感受到一件事 就是 那些會員 是信我 和信工會 我們當時不知道 怎樣可以回到香港的 一日過一日 終於去到第六日了 那些會員問我 Becci 我們繼續這樣撐工會 有沒有用的 我們怎樣 我們怎樣 我們因為收到風 知道 那些人呢 是回到香港 但是他們飛回香港 是沒得下機的 公司不讓他們下機的 會困住那些機組人員 在飛機上面 繼續飛出來飛去 飛來飛去的 當時我跟他們說 我給不到任何的保障 但是我信工會 工會叫我們 我們在外面 不回來 都一樣是在支持工會的 所以 你叫我保證 我保證你不到 但是那一刻 我感覺到他們的擔憂 我感覺到 那個自信 那個信心 是開始動搖的 我完全理解的這個心理 終於我得到 日本航空公司的工會領袖 跟當地的司法部聯絡 成功的協助我們 是離開了日本 安全回到香港 我們回到香港 即刻去國泰大廈 參加罷工 那一刻 我們的信心又回來了 跟著年二十九 我們去港督府罷工 抗議要求港督出來 介入我們的工潮 但是港督不理我們 我們年二十九 開始在港督府睡街 其實我們是佔中的先驅 但是我們是很和平的示威者 我們就這樣在那裡睡街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過激動作 只是每一天在新聞報道之前 我們就出來喊口號 到年初三 晚上 警察跟我們說 明天我們要將交通回復正常 你們去以前的警察總部門前 繼續罷工 我們就很聽話 去以前的警察總部門前 那些地下全是石崙地 我們就在那裡 我們就把我們搬到營地去那裡 完全沒有阻礙交通 那李卓仁就去了機場 就去接李柱銘機 就來到我們罷工的地方 李柱銘就說 為何要搬啊 不需要搬啊 你們是一群和平示威者啊 但是我們害怕啊 那就聽話了 但是李柱銘知道了 我們罷工了十天 為何勞工署都不出來調停 不幫忙把這個工潮化解了 被癱瘓了的國泰航空公司 復航呢 好多謝好多謝 李柱銘和李卓仁 將我們的工潮呢 就帶入立法局 就令到立法局呢 就覺得政府應該要介入 把這個工潮停息了 但是爲什麽 我們罷工這麼多日 會不停息到的呢 原因就是因爲 我們很少的訴求 就是希望公司改善 人手不足的原因 談判卓 談及家身的問題 請回炒了那三位 參與罷工的人 公司其實呢 透過李柱銘和李柱銘 可以設立了一些會議 是可以這樣做的 是可以談的 是可以接受我們的訴求的 這些是很合理的要求 但是公司要加多一句 一條 公司保留追究 礦工的同事 哇 所以我們就一直罷下去 我們沒有理由 讓他們接受秋後算盡 這件事的嘛 所以就搞到罷工白了那麼久了 那在那個期間 有很多事發生 其中一件呢 就是我們在 修短球場 訂了一個場子 就是準備集會的 竟然呢 是有人呢 是一個公會主席 是很信任的人呢 就是在大會那裏叫大家 不要上車 我們不要上車 我們不要去工 不要去修短球場集會 你們聽我說 你們選我做主席啦 我會帶你們回去飛的 那發生了這些事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是不是挑戰著大家 對公會的信任啊 好彩 我們理智 就不會受那些奸計所害 那所以呢 我們說 我們不會臨陣疫將的 我們會繼續撐下去 當時我記得 我問過公會主席 如果那些人 個個變節 怕腳軟 要回去飛 投降 那怎麼辦啊 公會主席當時跟我說 就算剩下我一個人在 我都會罷 所以 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只要相信便能看見 我們不可以放棄 記住 我們要不忘初心 香港人 加油 沒有暴徒 只有暴征 多謝大家 永不言氣 好 多謝 多謝 Beggy 我們現在有請天主教 勞工事務委員會的Dorothy 大家好 我是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Dorothy 我們對於無理解僱事件 我們感到很憤慨 所以我們 今天就發起了一個 在天主教社群裏面發起了一個聯署的聲明 以下我們都將這個聲明宣讀如下 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不用打壓聲明 政府強行修訂逃犯條例 引起市民強烈的不滿 觸發本港年日多場示威遊行集會 航空業界 亦於上月底 在香港的國際機場 舉行和理非的集會 要求政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 面對市民一致的訴求 政府仍然拒絕回應 以致社會不滿的情緒不斷升溫 社會矛盾越演越烈 香港職工民證實 航空業界至少有二十名員工 因逃犯條例事件而被解固 或者尿離職 最新一個個案是 國替港龍航空公司的 空勤人員協會主席 兼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的副主席 亦都因為他在社交媒體面書的資訊 而被港龍航空公司即時解固 接連的事態發展 航空業界的員工被解固 和離職的事件 已經超越了航空安全 和機組人員專業操守的範疇 而是航空業界 因為政治的壓力 打壓員工的言論 和集會的自由 參與示威的權利 根據報導 國泰航空亦都向員工發出指引 禁止員工是參與任何支持 或者非法的示威 香港公司此舉 是有意限制員工工餘時間的言論自由 嚴重剝削了他們的言論自由 集會和示威的權利 國泰港龍作為一間藉根香港公司 面對連越來的反修例的浪潮 本應致力保障員工的權利 和跨境工作的安全 而非在政治壓力下 以莫須有的罪名向員工開刀 向勢力低頭 公司監控員工的言論 和非工作時間的活動的舉措 不但製造行蟬效應 也都立下極壞的榜樣 我們擔心其他企業會紛紛仿效 令恐慌這個白色恐怖蔓延 至各行各業 天主教會深信 工作是為人 不是人為工作 每人皆懷有天主的肖像 是具有尊嚴的主體 企業不可限制工人天賦的人權 本會重申基本法第27條指明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組織參與工會 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香港人權法案和國際勞工公約 第87號亦都指明 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 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的公約 香港天主教勞工委員會 現在促請政府 立即回應市民五大訴求 盡早平息紛爭 恢復社會安寧 第二 航空業界立即撤回 無理解僱的決定 第三 勞工處必須正視航空業界的解僱囊潮 提醒航空公司必須遵守僱傭條例和跟進業界 涉嫌不合理解僱 保障僱員的權利 第四 設立不公平解僱法 保障香港的僱員在遭受不合理不公平解僱時的權利 我們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在這裏也都願意在我們在教會的群體裏面 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在我們走出來 基督徒走出來 在各個方面都跟這次在航空業界裏面 受影響的朋友站在一起 多謝大家 好 多謝Dorothy 我們知道政治打壓 不僅僅在航空業界裏面 即使在藝民界 亦都有很多打壓 或者有些無恥的人自個靠邊站 早前有個導演 就自己說自己是護旗手 自己走出來 那個字我不說了 我以為他是香港仔 誰知道原來他都是為人仔而跪低的 不過香港仍然有很多藝民界的朋友和從業員 是非常之有骨氣 仍然是敢於挺身而出 敢於站在台上為香港人發聲的 有請黃曹燕 有請黃曹燕 在我白色恐怖下生存 有些人會選擇不出聲 有些人傻仔的會選擇走出來 就像我這樣 有些人被人點了相 好像軟民安 湯綿儀 被迫作走出來 大家現在很認同他和大家走在同一陣線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都很相信所有走出來的人都是熱愛這一片土地 我記得2014年 2013年2014年 香港發生了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有雨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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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他的工作很多年 我相信今天除了我們之外 香港人很多都面臨的一個 不知道你自己還有沒有言論自由 或者會不會因為你說了一些什麼 或者因為有些人看你不順眼 被人獨灰之後 你會失去你自己的生計 失去你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 這一次已經沒有任何退的退路 我們只有繼續奮鬥 只有繼續為香港抗爭 走出來 將我們現在緊餘的一些些的 香港人的一些核心價值 繼續捍衛他們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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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黃宗堯 也都在這裡繼續呼籲 如果左手邊 是跟我們的同事報名的 那同時間呢 我也都在這裡呼籲大家 我們六點半呢 就會在這裡出發 遊行去太古廣場 因為作為國泰的大股東 我們不似太古 向中共政權跪低 那其實在捍衛我們的人權法治裏面呢 我們不得不提我們法律界的朋友 法律界一直在我們的抗爭朋友的行列裏面呢 是作為我們最大的後盾 所以我們現在呢 有請黃水鴻 和劉一廷 我想在這件事上面呢 其中一個我們都很自然會想到的就是 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這個位 因為這個是基本法一個最根本的人權的保障 事件我們見到呢 就是可能我們說的是一些網上的言論 可能我們會覺得 我們不在網上post一些東西 我們就搞得怎樣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如果一旦這件事成為了那個風氣 甚至是被雇主覺得 我們可以在公司裏面出某些指引 你就不在網上去說的話 這件事會繼續推下去 甚至就是說 你在朋友之間 你其實不是網上的social media 其實你是連 你被公司發現 你去參與某些的遊行 或者是在社會上面 某一個場合裏面表達一些的政見 你都會害怕 因為會覺得 這件事會不會就是 違反了公司某些的指引呢 我會不會因此而去被解僱呢 這件事我們是最擔心 這個也是為什麽基本法 要將言論自由擺在保障裏面 就是很擔心的就是我們從此說話 是會自我篩選了 去講一些是我們真實我們相信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去怕的話 是我們最擔心的會見到出現 而在今次的事件裏面 其實我會看到 這個是一個警號來的 今天是航空業 機師或者是空車地勤 他們面對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很容易可以想像得到 其實這一種這樣的狀況呢 可以去到各行各業 去到每一個專業的 而其實在過往 很多的香港的終審法院的案例 當我們去講到 就是言論表達自由的時候 其實法院都講了很多次 基本法裏面就著 言論表達或者示威的自由呢 其實它其中一個都要特別保障 就是即使表達那個意見的內容 可能是一些很小眾的內容 或者是你我都未必合聽的內容 但是只要它的內容 甚至可能是政府都不合聽的 但是正正一個民主多元的一個地方 你就是要容許有不同的聲音去表達 而這個就是基本法裏面講的 言論表達自由 一個最重要要去保障的東西 所以尤其是一些不合聽的說話 甚至社會大眾不喜歡聽的東西 你不可以說因為你說的是小眾的 你是一些不合聽的說話 政府不合聽的東西 那我就要去打擊你 拼制你 那中審庭在很多的案例都講 正正倒轉這些聲音呢 就是我們要去保障 因為這樣的社會才有一個多元 特別是這件事件呢 更加顯示到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不是講一些對政治敏感的一些行業 我們不是講公務員他會講某些的言論 所以是有部分的限制 我們講的是一個航空業 是一個機種服務人員來的 為什麼他在網上去講一些政見 其實跟他本身的那個工作是無關的時候 都會成為公司要去打壓的一件事 其實講不通 我們也都 我們不是說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什麼都可以說 這個我們不是在講這一樣的情況 但是更加就是我看不到公司 他會出來去嘗試去 我們叫做去justify 去說他這個決定是對的 我們見到其實是他連出來講都不敢講 因為我看不到他怎樣去 去建立得到他這個解僱的決定 這件事反而我們更加擔心 他現在是擺明居馬 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去解僱 但是他連他自己都不敢講 他只是去擺一些的指引出來 我們這件事才是更加擔心的 而最後就是我們看到那個處理的方法 是一個很嚴峻的 如果我們從僱傭條例 或者從勞工法的角度去看 一個解僱是一個最嚴重的處理的手法 因為你直接就是打爛了他的飯碗 終止了他的評任 但是其實在一個僱傭的法律裡面 是有很多種的處理方法的 你給一個警告也好 去一個紀律處分也好 讓他去解釋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這些方法 為什麼一下一來 就是去到要終止那個的聘任 是一個解僱呢 就是所謂的炒魷魚呢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裁決 公司這個決定呢 又是一個對言論自由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 我們叫做一刀切斬下去的 那所以整件事是很值得 我們所有人去關注 都不只是他們的業界 或者甚至不只是我們法律界 所以我們在這裏都想跟香港人說 就是不要因為這件事發生在某一個行業裡面 就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其實這一樣的事情呢 分分鐘會出現在 你甚至呢 我們法律界裡面呢 都會有這一系列的擔心 會不會去延伸到去 你的專業呢 或者是你甚至可能 在茶餐廳裡面打一份工的 會不會因此 都會影響到公司的聲譽 而去解僱你呢 這些是我們最擔心 亦都是 各位娟家呼籲 就是香港各界的打工仔女 都要關注這件事件 所以我想我們的總結 就是影響是很深遠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警號 就算我們從法律的角度 從人權角度 從勞工保障角度 都絕對是一件很需要 大家真的要去齊聲 不要給一個這麼不合理的 白色恐怖繼續去蔓延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香港的所有職工的朋友 多謝各位 多謝兩位法律界的朋友 接著下來 香港人 五大訴求 圓一不可 五大訴求 圓一不可 各位我們陳家樂 是浸會大學的政治 及國際關係副教授 亦都是浸大教職員工會的發言人 各位兄弟姐妹 各位朋友 各位手足 我們要繼續團結下去 核爆到不割席 是不是 是 不割席 不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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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認命 不認命 我媽媽以前做國泰的 各位 有段估的 所以是有感情的 有份的 但是這間公司到今時今日 千瘡百虎 殘破不決 原因 是因為他向中共這個邪惡的政權 跪下了 是不是 是 誰害到香港這麼雞毛鴨血 是不是工會的朋友 不是 絕對不是工會的朋友 絕對是中共這個邪惡的政權 他自己 他自己 心去 是不是 是 國泰 本來是一間 望上去 幾時正的跨國企業 但是今時今日 它的行徑 和一間爛鬼國企 都沒有大分別 是不是 是 我想問問大家 到底誰把香港這個自由港的聲譽摧毀 是不是我們的抗爭者 不是 是 是林鄭月娥 是不是 是 是中共政權 是不是 是 最近還威脅我們 要不就解放軍入城 要不就說什麼緊急法 我們有沒有怕過 沒有怕過 你越要兇我們 我們越要走出來 是不是 是 你越要搞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越要跟他們站在一起 團結一起 是不是 是 是 我自己的大學教書 雖然我披露了 我有國泰的關係 在N年遲 因為我媽跟她有很久了 但是 今時今日 我們的大學教書 尤其是今天 我們在說的是 國泰工會的朋友 是國泰空中服務員 是國泰機師 或者港龍的機師 還有朋友 兄弟姊妹 是以言入罪 是用中國大陸那一套 插隻手 下來香港的各行各業 每一個範疇 我自己的大學教書 有很多同事 都是敢怒不敢言 順亡此寒的時候 今時今日 我們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辦法 可以病了自己 不出聲 是沒有可能的 今天他們搞國泰 明天他們已經搞港鐵 後天搞巴士公司 所有大學 目的自一局 就是將香港全面變質 變成一國一制 香港人會不會收貨 不會 我們要告訴國泰智 亦都透過這些集會 和未來的831民陣舉辦的集會 告訴全世界知道 破壞香港的 並不是抗爭的兄弟姊妹 我們的手足 破壞香港的聲譽和自由港 是中共這個邪惡的政權 好不好 今年7月本來我有個機會 是在上海復旦 大學開一個國際的會議 竟然主辦單位 不論是中共的人 或者是海外的國際的學者 叫我家樂不要去 你要自己自願退出 神經病 自己心虛 自己不想面對世界 自己不想聽不同的意見 就叫意見者自己接埋 荒謬絕倫 最後它阻止我入境 會都不用開了 但是我不會受聲 我會將這些醜態 將這些的醜行公諸於世 所以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大家不要笑自己 真的不要笑香港人 我們就是對著一個最邪惡的政權 對著其中一個共產的死靜重 就是我們的前線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單是街頭的前線 我們的工作崗位 都是我們的前線 大家守護著這個前線 好嗎 好 我穿著的T恤 是波蘭格旦斯克團結公會總部 買回來的 波蘭團結公會竟然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 學生有難 我們聲援學生 老師有難 我們聲援老師 工人有難 我們聲援工人 這些事對香港人來說 並不是新鮮 很多年前 炸鐵工的事件 就見到大家的團結和勝利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們要拆下去 大家互相支持香港人 高手在民間 是不是 是 當政府跪低 當國泰跪低 當港鐵跪低 我們要互相扶持 好嗎 好 多謝各位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我們有請兩位學界的代表 學生 Jonathan 大家好 很多謝大家來到這裡 剛才有個記者 我跟他訪問我 他問我 為何香港人會在這件事上 為何會對國泰這麼注重呢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 國泰是一個什麼品牌呢 國泰是一個香港的品牌 是不是 是 是一個 在香港 成名 長大 成為世界級的品牌 是不是 是 我是在外國讀書的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就會跟一些同學講講香港的情況 他又會說 啊 啊 那 香港 好像 你一樣的東西都是第一位的 這樣 那時候 那時候是幾年前 那我就笑 可能也是 當時 但是我已經知道 其實我們面對的困境是什麼 但是 我們是 今天我們為何在這裏呢 國泰是一個香港人的品牌 是一個世界級香港的品牌 是一個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品牌 那所以 我們更加一定要 在今時今日 不斷被打壓的情況之下 我們香港人 是要聯繩一線 支持 被這個 強權壓迫的 被炒的 在機場工作的人 也都是被國泰無理解僱的人 我想說一下 其實整件事到底是有幾荒謬呢 如果大家說 這件事只是說自由而已 那不是說政治審查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沒有一個被解僱的員工 是因為發表支持政府的言論而解決 大家回答我 有沒有 那為什麼要反對政府 就要被解僱 無理解僱呢 那這個大家想想一下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大家 其實剛才 Celona都說過的了 她就說 郭泰這個CEO去辭職呢 第一個出這個消息的呢 是中國的官方媒體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現在香港的企業 還是不是香港人說事 還是不是香港的企業自己說事呢 為什麼 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 一個CEO 這麼高級的人事變動 為什麼 為什麼 是由中國的官方媒體去率先報道呢 有人回答我 其實 誰現在是真正 是掌管著香港的公司呢 大陸 共產黨 共產黨 大陸 那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其實我想大家都很好奇 那就是為什麼 好像剛才大家都有說到 就是 中共的強權 要將它的價值觀 直接直入在我們的價值觀身上 這樣公平嗎 中英聯合聲明 基本法 港道明的 是這些嗎 是這些 以言入罪嗎 是這些 用幾張Facebook的截圖 就可以將你解僱 就是這些行為嗎 就是言論自由 就是集會自由 就是結社自由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大家今天出來 我們都是要守護 自己所愛的香港 我們也都不願 不願意香港 變成共產黨所見到的香港 所以 在我們這麼微弱的力量 對著共產黨的哥利亞 我希望大家可以答應我 我 回到去之後 我們繼續這場抗爭 大家一起 團結一戰 因為香港人 只有香港人 能夠保護香港人 我希望香港人 現在 這場戰役 是長期的 我希望大家 可以回到去 在自己每日的生活裡面 也都實踐回 我們所知道香港人的價值 我們所知道香港人的身份 是這個中共選擇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香港人 加油 梁振甄和他的家人 是不是不應該飛入 中國的領空 是 是 叫那些混蛋 自己搭火車回上去 那從而高鐵 是 不經過安檢 就可以拿進去 還要輸 除官司 還要死撐 所以 真是能夠說 飛行安檢 飛行安全 真是莫過於敏而莫屬 好 最後 你那張無限的卡在哪裡 那張無限的卡在哪裡 那張無限的卡在哪裡 喂喂 喂 是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你們生氣不生氣 我真是很生氣 每一天 看著解固的數字上升 每一張面孔來到我們面前的時候 都是一副無奈 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們沒有做錯事的 沒有一個人是做錯事的 最錯的就是 這個香港政府 是不是 好 出賣了我們香港人的就是 這個香港政府 和他們的僱主 是不是 是 打工仔裡哪裡有做錯 好 講航空安全 三年前的行李事件 大家都還記得 是不是 這件事帶給我們的 一個很深刻的教訓 航空安全不是某人指著鼻子 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航空安全是一件很嚴肅的課題 是由國際民航組織 頒發給每一個 有簽到芝加哥公約的成員國裡面去遵守 裡面有不同的範疇 針對航空安全 針對今天我們解僱事件 針對今天我們解僱事件 當現在指控 有參與 非法遊行 激進 那些人 就是安全隱患 所以他們就不適合飛了 我就要告訴大家 到底安全 飛行安全 在這一部分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國際民航組織在 所有有簽到芝加哥公約的 替約國裡面 有個很清楚的指引 還有一些建議 你們在訓練你們自己國家的 飛機師或者空中服務員的時候 下列這一大堆的課題 記得在訓練的時候 要訓練他們 他們是要認識的 你現在上去 ICAO ICAO的網頁 只要輸入 Cabin Crew Safety Training 接著就出十幾二十個 topic出來給你看 到底空中服務員 他們如果要飛 他們的僱主獲授權 去訓練他們的什麼資格 是寫得很清楚 裡面沒有一樣東西是關於政治立場的 要標籤我們的從業員 說他們是危險人物 你都要有些根據 但是你毫無根據地 就是因為他們去過遊行 違法的遊行 有些人被人抓 所以他就危險了 如果有人是去過非法的遊行 就用香港的法律 去檢視他們到底有幾非法 如果他們真的非法 經歷過法庭的程序 被判有罪 你可以說 他有刑事紀錄 沒錯 的確對他的就業是有影響 但是 等不等同他們是危險人物 如果大家還博有記得 發生了一件航空界的大事 叫911事件 有人跟我爭 你們這些人 去完遊行 危險 你們激進 被你們開飛機 被你們在飛機服務乘客 你們會不會演變做空爛 你們會不會演變成騎劫飛機的事件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 想清楚這些說話 他指控著什麼 911事件是一回什麼事 有個恐怖組織叫阿爾蓋達 聽過一下 它裏面有成員繳裝做乘客 越過了所有的安全檢查 入了飛機 飛到半空指定時間 這些恐怖分子發難 並且成功闖入駕駛室 制服了幾位飛機師 之後讓成空爛 我們的飛機師 在該次事件的飛機師 空中服務員 是陪死的 他們沒有發動過恐怖襲擊 根本完全是兩回事 為什麼會有人可以將因為有遊行 扯到去變成恐怖分子這樣說的呢 而且還要去到大家互相睹背脊的程度 同時之間要互相出賣 建基於的就是 因為有人支持過在哪一次的遊行 或者實反送中的運動裡面 把尺是不是應該要一樣啊 度別人和度自己 是不是應該一樣啊 你懂得說支持反送中的人員 他們危險 撐警那些很好嗎 說我們年輕人 在上街衝擊的時候是暴徒 你們不是制度的暴徒嗎 一眾指責人家是暴徒的人 你們才是暴徒 你們22年來 這麼多年以來都是制度裡面的暴徒 說暴徒沒有人及得上你 如果不是有制度的暴徒 何來會有街頭的暴徒啊 指責人家是暴徒的人 請你自己想清楚 沒有你們制度上的暴徒在先 就不會要今天這樣的局面 你們不會好得過去很多 所以如果你一心對航空安全 正正正就是踩緊我們的從業員的神經事 每一個從業員如果是空中服務員 他至少要被培訓可能一至兩個月 有些公司三個月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十幾二十個課題 大家坐飛機只吃飛機餐 看著電影的時候 不會知道我們背負著幾大的責任 屈完一次又一次 今天屈到說他們 有人可以放光那些氧氣瓶的氣 這個氧氣瓶 是用來救自己 以及救乘客用的 是救急扶危的必需品來的 怎麽會有人走去放光它 毫無根藥的指責 一段的錄音 講明是黃絲大空姐 又怎麽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以正視聽 其實這些安全課題 不是隨便哪裏可以提供這些訓練 是航空公司他們指定的安全訓練部 而且指定的訓練官 在一個人入職之後 訓練了他之後 還要每一年回來 要出席週年考試 考試有分實習的 即是真正去開一次飛機門徒生 以及電腦的問題等等 而且還有更加多的緊急設施 每一個空中服務員都要懂得用 並且要知道怎樣用 何時用 用多久 飛機師更加專業 他們的培訓可能是12至18個月 才可以開始去飛 累積他們的飛行時數等等 每一個飛機師 他們投入了的精神時間去學習 而且在他們開始飛之後 他們更加考試考得密 每半年就要檢測一次 每三個月他們都要做健康檢測 沒有一個飛機師 是可以告訴你 我逐一遊培訓之後 我就硬硬硬 我很有空 是沒有的 所以你想像一下 每一個來到我們面前 飛機師被解僱的面孔 他們一生的心血 擺出來的時間 在他們每一次 他們飛行的時候 沒有停過和地面 每一個雷達站通話 這些功勞 令到每班飛機 安全地去到目的地 只是因為 他可能在他的面書 表達過他的政治看法 甚至有些是沒有面書的 他過去幾年是沒有面書的 有人 但是僱主就告訴你 總之你的名字 就是在這個禁制名單上面 你不能飛進去中國 不可以飛越過中國 這個禁制 對他們來說 很可能是永久的 很可能他們以後都未必 做得回這一份工 但是為什麼 明明跟他們的專業的資歷是沒有關係 這一個 以政治的取向 取締了他們專業的資格的平衡 這件事可以在航空界發生 就是因為 越來越多的專業 也都會報他們的後塵 慢慢 專業的資格 首先就要看一下你是否政治正確 是否政治要歸順 甚至 要支持政府 你才有工作 大家試想想 你們會坐飛機 我們空中服務員 和飛機師的飛行經驗 是非常之重要 你一下子解僱這麼多 具有資深飛行之力的人 會不會害人中害己 航空公司 所以我們很希望 大家 無論多麼艱難 都不要放棄 大家去到哪裏 都記得要支持這些被解僱的人 就是因為今天你們支持他 就是為了防止這個白色恐怖 中規去到你的面前 的時候你發覺太遲 做不做得到啊 每一個被解僱的面孔 都是告訴我們 他們很想拿回公義 很想拿回公道 我們也都沒有放棄過 從四方八面的方法 包括和國際的運輸工會講 民航分部 你們一定要盡量協助我們這些朋友 和我們被解僱的人 因為現在涉及到的 非行安全這個範疇 事實上也都是只有你們 能夠有一個辦公室 在國際民航組織裡面 能夠幫我們去發聲 甚至爭取 我們也都研究著一些可行的方法 事實上 作為僱主 你是應該代這些員工 嘗試向這個中國民航局 去據你力爭的 911事件之後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停飛了接近14天的時間 整個民航界是凍結了 一恢復回飛行之後 第一件事做 就發覺有恐怖分子 嘗試以液體的方式 帶爆炸品上飛機 國際民航組織 和主要的美國的航空局 就決定要禁止所有的液體 帶上飛機這個決定 當時是說的是任何液體 無論你有醫療需要 都禁止 但是僱主 即是航空公司 工會 以及民航局自己 都即時要檢討 因為 原來有部分的乘客 去坐特別長的長途機的時候 他們的確是有一些藥物的需要 是液體來的 甚至有空中服務員都有這些需要 簡單的藥物可能眼藥水 是不是 十幾個小時會乾 你要滴眼藥水 一滴都不准大 對人的來說 那個需要是有一個很壞的影響 於是就是因為有僱主 有航空的監管機構會繼續去檢視 所以稍後一兩個禮拜都放寬 到 現在你見的那個模樣 一百毫升 擺下個瓶 要透明見到等等 全部東西都是說 你作為把關者 你作為僱主 其實你是有say的 為什麼你不嘗試 去跟中國民航的具理力爭 為什麼你完全放棄 這一班為你已經這麼賣命的員工 而我們見到解僱的數目不斷上 有一班很支持我的理事 看見到他們甚至是 覆大便便 他們都不怕流出來 我想說 而這麼多個月以來 我們都是一班願意站出來的人 因為我們覺得 無論我們的職業是什麼 無論我們身為女性 女性是不應該受到一些特別的騷擾和對待 我們都是我們的權利去發聲的 他們作為媽媽 他們的身教 胎教 已經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明白正義的地方在哪裡 而很慶幸他們今天都願意站出來 我想說 不是說支持我 而他們覺得他們是需要發聲 告訴大家 發生什麼事 去講他們的感受給大家聽 大家好 我們是港龍工會的歷史 在今天上台之前 其實我自己也有想過 其實我們肯站出來 站上去 這個解僱潮 現在可能才是剛剛開始 有些解僱潮的個案 回到去只有五分鐘 只是告訴你 這個是不是你Facebook 兩張相片你確認完 我現在就解僱你了 但是我最新收到的其中一類型的個案 那個人只不過是like 另一個人的Facebook 他自己沒有寫過東西 都被炒 這種恐怖 這種的殘忍 而又不給機會人辯解的方法 甚至應該有的紀律處分程序 全部都繞過了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狠心 大家心中有數 但是所以 我們每一個人 只要將這件事情 繼續要講出來 制止這個恐怖繼續蔓延 不要被一個又一個的專業界別失陷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馬上做到的事情 我想像不到終有一天 其他的專業 醫護 教育等等的話 原來你政治歸邊 原來你肯聽政府話 那你就可以做這些的專業 到時的香港會變成什麼模樣 不單止這樣 到時可能我們所有人的言論自由 發表自由 集會自由 都已經變得什麼都無了 所以我希望這裡 告訴所有朋友知道 不要小看你自己有一分力量 你們每個人心裡面都有那個氧氣瓶的 不要放棄 不要放了那些氣 記住在抓緊他 好好地告訴自己 心裡面最值得要堅持的東西是什麼 每一個人心裡面都想做那件事 我們大家一起做 就會做得到的了 好嗎 好 而因為大家的憤怒 一直累積下來 我都相信大家 在不同的平台都收到的訊息 我們的學生們也都決定會罷課 響應學生們的罷課 已經橫跨至少二十幾個界別的打工仔女 是他們想大家 9月2、3日再以罷工這個方式 去令政府有所回應 到時我們也都會支援他們 但是我很想告訴大家 要珍惜 仍然可以使用這個罷工權利的日子 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們今天經歷好排除萬難 終於拿到個不反對通知書 昨晚我就在這裡附近 對著那幫這樣的人 在這裡說 到底為什麼我們要去郭泰城 他們就說不給 他們來來去就很想說 你們一個人坐在那裡 站在那裡的參與者 突然間會變成衝擊的人士 整天就說 那接下來就會衝擊了 接著會怎樣 是的 機場無法運作了 你做什麼都要入外數 我們不會叫人衝擊的 但是其實去到每一次 無論是遊行員不定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 是誰搞到人家要衝擊的 是警察 他們不會這樣在這裡步步進逼 是不是都逼到抗爭人士那裡 根本就不會發生這麼多次的衝擊 他們應該要先克制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記住 我們是和理非 什麼時候我們都做到和理非 好不好 好 也都永不割席 無論這場運動是怎樣艱難 我們大家都在同一個圓形裡面 大家都做我們大家可以做的事 好嗎 好 我在這裡 最後告訴大家 無論有多少人跟著可能會被解僱 無論這條路有多難走 職工民都會和大家一起繼續走下去 好 撤回解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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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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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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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們 好 多謝Carol 我們現在有請 Rebecca 和 港浪空近人員員協會的三位理事發言 這個台其實我們都可能有一定的風險要承擔 可能本來沒有人認識我們 現在 人們看到我們會不會追擊我們 還是怎樣 其實 想告訴大家 我們和Rebecca都是一樣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 今天 我們真的要站出來的原因 可能 我想起 一句 在《反斗奇兵4》裡面的一句 胡迪就說 《Listen to your inner voice》 聽聽你心裡面的一句 可能就是這樣簡單 我們就走了出來 講一下 介紹一下 我們FAA我們11個 Member 其實我們首一個 EXCO 我們首一個都是 每間 加入了港龍公會 我是其中一個 去年 Rebecca邀請了我們 就說 FAA不夠人 Rebecca就好好地問我們 其實你也可以的 你也可以的 我們就傻傻傻地進去 最後才發現 原來她同一時間問了二百多個人 我們當中是其中五六個被她邀請進去 那可能說一下平日Rebecca是怎樣 有些事情可能你未必猜到 你看到她走到這麼前 好像很抗爭 有時候 其實我們開會的時候 Rebecca也會幫公司說話 有時候我們都會很猛 為什麼 全世界都在罵公司的時候 她竟然在公司方面 為公司想 好像早幾個月打風 打到這麼亂 每個人都有罵公司 安排又是這樣 平時又是這樣 現在又沒有 但是Rebecca又會明白到 在打風的時候 公司operate的時候 可能真的有些難處 她也很難好像平時 跟著平時的規矩去做 其實我們做工會的角色 其實都只不過是 跟公司和員工之間 好好溝通的橋樑 我們都只不過一路去做一些 我們覺得對的事 Rebecca就是她不肯妥協 她去做她覺得應該做的事 她覺得對的事 我又說回最近 可能你們都會覺得驚訝 她被公司炒了 大家在那裡找 哪個刀灰 哪個什麼什麼 哪個弄 Rebecca的時候 但Rebecca第一句 就跟大家說 冤冤相報何時了 我們不要再這樣 憎恨大家下去 我們香港人 其實大家都是有一火純真的心 大家都去追求公義 追求夢想 大家想想 現在在香港 連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連說一句真心話 都是問題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我現在建了 更大更漂亮的監獄 叫你進去住 你肯不肯嗎 現在發生的事 是關乎我們 現在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我們幾個女孩子 甚至打肚 快要生氣 我們 不是很空閒 沒什麼做 或者拼什麼而走出來 我們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見到這些不公義的事 叫我們繼續 假裝沒事發生如常生活嗎 我們真的做不到 香港人更加要 守望相助 團結 一起對抗白色恐怖 對於Rebecca 沒有了一份工作 我自己覺得 可能90%的人都覺得她很慘很慘 但我反而覺得 她現在的發展 她不再限制於在公司 做一個SP這麼簡單 可能她為我們去爭取更多更大 更對大家好的東西 香港人努力 國泰和港龍 國泰港龍的同事都要努力 我們爭取我們本身有的事 一點都不容易 可能我們大家 在現在這個時段 都會遇到一些不好的事 但我們都不能這麼輕易放棄 加油 我也是港龍工會的理事 和Rebecca 其實共事了三年多 可能上一屆和今屆都是工會的理事 認識她三年多裡面 她是一個非常熱心去幫助同事 無論其實那個同事是不是會員 她都會去嘗試了解 那個人發生什麼事 也都會很嘗試幫助她 因為我這麼熱衷幫助同事 和這麼熱心社會運動的人 但是對於她今次被公司去解僱 港龍上上下下都表現十分之心痛 對於Rebecca被解僱這件事 對於工會也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基本上她的言論 在一個這麼私人的平台上 都會被人攻擊的時候 我想說 就算國泰航空 就算不是一個空中服務員 我想上上下下公司的所有人 對於這件事都十分之關注 因為其實就算不是國泰 其他公司可能都面對同一樣的問題 在一個這麼香港自由 在言論自由 這麼補的地方的時候 都可以給一些壓力去打壓 但我很相信這件事對於我們 講龍上上下下的人 其實都有點心灰疑難 因為保持著可能一路繼續飛的時候 在公司周圍或者在航空機上面 我們不斷在言論的時候 其實都會覺得很害怕 因為大家都會很擔心 那我究竟說話 應不應該說 或者我這樣說的時候 會不會有其他人去攻擊我呢 一片非常之彷徨和擔憂 其實現在在公司周圍 正在報警 很希望其實 國泰可以停止一切這些白色恐怖 因為對於我們上上下下 無止境這樣 每天都收到不同的消息 有不同的同事 保持著這樣 今天有幾個 第二天有幾個 其實大家都很人心惶惶 大家都相信這件事 是大家都一起要站出來去面對 才可以解決這件事 希望國泰都可以聽到我們所說的掃頭 希望可以停止一切白色恐怖 作為公會的歷史 我們都不得不承認 公司最近都利馬住了很緊張的氣氛 同時對公會的主席被炒 我覺得很震驚 還有有一刻的迷惘 因為覺得 為什麼我們的公會主席都會被人炒 會因為他Facebook那句話 或者完全無關的說話 都可以被人炒 其實公司是不停製造著很多白色恐怖 會令到我們覺得 原來我個人社交網站發表的圓錄 是會沒有了我的自由 會令到自己沒有了份工 其實同時都會很害怕 那這個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白色恐怖 對於我們來說 因為同時都會擔心 我如果繼續這樣發言下去 會不會我成為下一個被炒的人 其實大家都會擔心 我們希望這個 這麼緊張的白色恐怖氣氛下 同時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加油對抗公司的白色恐怖 不會因為怕了它而滅了聲 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繼續支持我們的公會主席 Rebecca 我們公會都不會放棄 都會繼續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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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今天剛剛出席了民間記者招待會 去呼籲各界支持9月2號3號的罷工 但我今天站在這裏 我想首先以另一個身份 和大家說幾句話 其實我以前都是一個空姐 我現在離開了學空界 我離開了幾年 不是今次 我想和大家分享 空姐的生活 其實我想相信每一個人做空姐 是因為他很享受那份自由 你才會進來去選擇這個職業 我記得以前我每次去到歐台的時候 那些人問 咦 你從哪裏來的 我很 proud of 跟他說 我來自香港的 那些人說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但如果現在 那些人會說 哇 香港很危險 還可不可以來的 那些人問我 我做哪間航空公司 我會跟他說 我做國泰 我當時很 proud of 說 這間是香港人唯一一間航空公司 是可以曾經拿過世界第一 但是 所有所有的東西 今天已經金飛色比 我們一聲就不要以為他們 對呀 我很明白 要大家出來支持罷工 大家都會很害怕 連資比較大一點的 我們叫SP 就是 都是空姐 他們因為可能有家的負擔 他們未必夠夠出來 但我很想和你說 正因為你們有家的負擔 所以你們更加要為你們的下一代去想 你們不會希望下一代 生活在一個禁聲的社會裏面 而對於 年職比較淺的 剛剛入職的 我更加希望你們拿出勇氣 去踏出這一步 去捍衛當初你們最憧憬的自由 白色恐怖是我的 是很可怕的 但最可怕的 是我們選擇查核 選擇接受 去陪於恐懼 今天國泰 聽人可以是各行各業 我明白大家都有很多包袱 我也是一個大公仔 我也是很多包袱 但是 什麼年青人沒有包袱嗎 我自己 是會有上前線 當你見到他們 異無反顧這樣 去保護和尼非 他異無反顧這樣 在最前面 去擋催淚彈 去和警察 去抗爭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拿出勇氣 來支持他們 其實我們都會害怕 每一個人都會害怕的 我試過在前面 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 走過來問我 他說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豬嘴 我說 不如你站在後面 他說 我要站上來 可以的 那一刻 我知道我勸他不到 我給了豬嘴 那一刻他有點擔心 不知道怎麼用 然後我們教他用 他打了所有東西之後 轉過頭 他就去到最前面 我見不回他 但是他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前面還有很多 很多年青人和小朋友 其實在為我們的將來 和他們的將來奮鬥 那你現在自立走 你現在自立了 你說你不要 你現在自立了 你現在自立了 你拿出來 你現在先把他拿出來 你先拿出來 到了這一刻,香港人其實已經退無可退了 如果我們今天再不站出來 明天我們就不可以再站出來為我們的Journal 和我們的自由發聲了 大家可不可以答應我 蘿蔔、菲和任務,核爆都不割 可不可以?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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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正如 可不可以說多一句 核爆都不割 給我們一班前線的所謂的勇武派先 你連上一機都有的方軍都起到啊 我們香港人 自六月十二號開始 第一個反送中的催淚彈開始 見到警方開始不斷使用過份的暴力 記住是過份的暴力不是武力啊 是不是啊 對 去到八月開始 警方是直接用到 刀袋彈、橡膠子彈射我們市民 我們是否還要繼續 容許一班前線的年輕 十二歲的小朋友 一班十幾歲的年輕人 繼續容許他們去上前線去做任何的抗爭 去做一些 去接受一些可能警方 可能去到戰爭罪行的暴力 我們和理非 可不可以在 接下來九月二號 九月三號 無論你是各行各業 我們在盡可能的情況之下 出來一起 用和理非的方法 和政府說一聲 我們是不會容許政府繼續使用暴力的 我們用最和理的方法去守護一班年輕人 去守護香港的未來 去守護香港的下一代 因為我知道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完結了 那我們說一聲 九二、九三 八國 九二、九三 八國 八國 香港人 退無可退 香港人 退無可退 香港人 八國人 八國 九月二號 全民化工 九月二號 全民化工 九月二號 八國 我們都不想走到這一步 但是 這個政權 是迫到我們 九月二號 八國 九月三號 八國 九月二號 八國 九月三號 八國 八國 一個 olla 八國 avi 六ety 六日 我 snail 七八八 九月二號 九月以來 九月兩mann 五月二號 我們請去的是指導人數據 市民的黨員 市民手上公司 市民主義 市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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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all dismissals Cathahe Pacific Hong Kong Airlines and Airport Authorities To immediately reinstate all employees Who are dismiss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Second Respect Freedom of Speech Cathahe Pacific Airways To immediately remove the new employee guidelines And cease all violations of employees'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Last Stop all forms of white terror Strongly oppose all forms of white terror 是 nervesений的 是從香港 Bei法院的 verstehen 我們開始我們的 divorce 以 longest Brooks 我們令到他們 Center holds Barwon 永遠都 проп犯利 所有的, Thank you for your joining today, and if you would like to join us, please join us now. 香港人 加油! 五大訴求 編億共和! 香港人 加油! 香港共人 加油! 遊行隊頭將會在紅色的張馮旁邊有兩支寫著自主公運的直發 我們在那裡開始 我們也會派一些post-it給大家 去到泰古廣場的時候 在大門貼上大家 對於現在被解僱的朋友的支持 對於香港人的支持 香港人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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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有報徒 只有公主 裸有報徒 斯的你有 報徒 只有浮至 五大訴求 編億共和! 五大訴求 編億共和! 香港人 加油! 香港共人 加油! 香港共人 加油! 感谢观看